一片冰种带飘兰花的手肘版料 才7800块钱 你们敢不敢相信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粉丝发了这个图片给我看 问我这块版料能看多少钱 我直接跟他说 这个版料质量很高哦 冰种带飘兰花 如果按照我自己眼光来看的话 你五万以下拿下来都是一个肉 因为达到这种种类的料子一般之后 最少也能达到这种效果或者是这种效果吧 而且你还有那个边角料还有一个手肘新的 你们说是吧 这位粉丝他就跟我说 在录音上面认识一个博主 他们专门做定期手肘的 这个账号他就没有开播 专门拍这种手肘版料起货的一些戏品的 然后就引导一些粉丝过去找他 这位粉丝也是一样找到他 先找一个好一点的手肘 这位粉丝跟我说 这块片料不过万才7800块钱 我直接就说 恭喜你如果是不过万拿下这种片料来说 你讲到辣肉了 我直接跟他说 我阿强没有这个能耐 几箱快箱 就能拿到这种冰飘兰花的一个手肘片料 昨天这个粉丝就收到货了 谁知道收到的这个手肘是这个样子呢 确实也是一条飘花的手肘 但是你敢肯定 这个手肘就是那个片料出来的吗 虽然不说7800块钱 这个手肘值不值的一个问题啊 最可恨的就是他用高货的一些料子来引导你们购买 然后发给你们的 而是另外一件货 这难道不是七罗罗的礼貌欢太子吗 说句实话 我感觉这个脖子还挺有良心的 不计一条那种砖头料给你都算好咯 因为所有的订计都是不对不换的 而且他这个账号呢 不是开播 不是在吉博家里面下单的 只是你们看到他的一个作品 去找他叫他订计而已 当时这个本师发这个片料给我看 他说一万块钱都不到 那个时候我就叫他小心一点啦 我说天上没有掉下名单 按照市场价值来说 这一块片料最少最少拿到中万了 你知道吗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完了 他已经买下来了才跟我说的 大家都知道像在录音上面 有很多这种账号都是 订制手肘的这些账号 当然了确实有很多直播间 就是礼貌欢太子跟你们玩套路的 但是也有一大部分的直播间 这就是一个正规的直播间 我没有说针对的说谁谁谁的 这个只是一个销售的一个模式 你买成品有买成品的一个好处 但是订计也有订计一个好处啊 像撇开他的一个性价比来说 当然了 性价比每一个月的阳光都不一样 都是根据自己的阳光来订的 你们说是吧 订计的手折呢 最主要他分辨于你是多少窗口 他就可以做多少窗口出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针对性的去找对 记忆圈口的一个手折 但是 订计手折这个东西 你收到货是什么样子 那就要看这个主播的一个良心 到底去到什么程度呢 有很多人都说 翡翠这个行业水特别深 其实水深的不是翡翠这个行业 无论哪个行业 水深的是人的套路 你们感觉是不是 嘿嘿嘿 老贤 老贤 优优 老贤 你